大家好,今天要介紹的是如何使用沙利沃斯繪製出鷹眼的黑刀 這個檔案未來會使用3E列印出來 這裡後續都會來講解說該怎麼把它做出來 這邊先讓各位看一下 這裡它所使用的一些特徵 基本上我們使用沙利沃斯的基本功能就可以把它畫出來了 我們不需要太深入太進階的指令 只需要基本的生長填料旋轉等等的這類的 就可以把大致上的這些物件的特徵給它畫出來 那差別在於說我們在畫這個刀的主體的時候 我們需要運用一張圖片使用草圖圖圓來把它參考輔述出來 以及說有一些圓頂的地方 我們可能有一些基本的指令是不會用到的 那這裡如果你有興趣的你可以去參考零件的進階篇 裡面都有講解一些比較進階一點的指令 那你也不一定要學會進階指令 我們只需要的基本指令就可以把這個主體給畫出來 那這裡要怎麼做我們繼續看下去了 首先呢我們先要畫出一個刀體出來 那這裡呢我們運用一張圖片呢 會輔助我們更容易去建立這個外型出來 那這裡我們要怎麼做呢 首先我們先選擇上基準面 我們進入草圖之後呢 那這裡我們在草圖列會看到一個草圖圖圓 那這裡如果看不到的呢 你可以從上方列的工具裡面自訂打開來 然後你進入指令 指令裡面我們找到草圖 在草圖裡面我們就會看到這個圖示草圖圖圓 那這裡呢我們就直接按左鍵呢往上拉動 就可以把它新增在這個上方列上面 那這樣我們就可以看到草圖圖圓這個指令囉 那我們把這個指令按進去呢 它就可以把圖片插入進來去設定它的大小 那這邊細節呢我就不探討 以及說我們會運用這個不規則曲線 那這邊有興趣的人呢你可以去參考零件的進階篇 裡面都有詳細的說明 那這邊呢我就是示範已經做完的讓大家看一下 首先呢我先做出刀的伸長填料 那這裡呢給它的厚度呢是多少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裡是給它4mini的兩側對稱 那我進入這個草圖給各位看一下 那這邊呢就是使用了草圖圖圓呢 把這個地方呢給它參考出來 然後運用這個不規則曲線把它繪製出來 那這裡呢我是繪製了一二三三個封閉的草圖 那這樣基本上我們也是可以做的 那我們在選擇的時候呢 我們來看一下編輯特徵 各位會比較清楚一點 雖然說會建議說我們在畫的時候呢 封閉的草圖只要有一個 那這時候呢有時候會運用這種方式呢也可以輔助的 那這邊也可以給各位做個參考 那我們在畫完之後點選 深藏填料的時候呢 通常它這邊是沒有辦法做的 那我們可以在 鎖選輪廓這邊呢 我把它選擇這一個封閉的地方 選完之後呢 我就直接按打勾 它就會做出這個外型 那接下來第二次的做法呢 我就把這裡 一般預設呢 是這樣子的 我把這個三角形打開來 一樣點這個草圖 我們再一次做深藏填料 那它就會運用這個草圖來參考 再去把它做一次 我給各位看一下 像這樣子做出了第二個特徵出來 那第二個特徵這裡呢 所說給它的一個厚度呢 是7.5 一樣是兩側對稱 我一樣進入編輯特徵給各位看一下 那這邊呢 我就是運用同一個草圖把它做出來 那第二次呢 那一樣它預設是沒有辦法選擇的 所以我在 所選輪廓這裡呢 點選這個封閉的草圖 那就是第二個 那點完之後 一樣按兩側對稱 那記得合併結果 做完之後呢 再來還有一個草圖 一樣我點選它 再做一次 那這一次呢 我要用旋轉填料 那這邊 我們剛剛所留給它的草圖呢 是一半的 所以我們可以去做旋轉填料 像這裡 那這邊呢 你也可以這樣做 或者是說 你重新畫一個草圖 運用這裡呢 去參考它 把它做出來 這樣也是沒有問題的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呢 就直接給它做一個 宣傳的填料 它做出這樣的外型出來 像這樣子 那這邊呢 我所運用的是參考圖圓 做完之後呢 我們大致上就做出了這個刀柄 以及刀的地方 那第四個呢 我們再做一個倒角 去修飾這個刀的地方 那這邊所給它的尺寸呢 給各位看一下 這邊是1.4 45度的 那這邊盡可能 不要做得太尖銳 因為未來 我們要使用3D列印 把它列印出來 如果太尖銳的話 這邊容易失敗 這邊給各位去參考一下 那盡可能呢 有一面呢 是平面的 這樣子我們在做支撐的時候 會比較好運用的 那這裡呢 先大家嘗試到這裡囉 接下來呢 是刀柄的畫法 那這裡呢 是先使用鋤料來去製作它的 那這邊呢 我們先做出這裡的外型 這裡呢 我進入個草圖給各位看一下 進來之後 其實這邊是很輕鬆的 我們使用了偏移圖圓呢 這邊給它選擇這個外境 偏移1mm 那它就直接把它這個草圖給做出來 做完之後呢 我們就做生長鋤料 是很輕鬆的一個指令 那我們這邊看一下 生長鋤料的距離是多少 那這邊給它的深度是0.5 那另一邊呢 就一樣做鏡射 我就不探討 再來呢 來做兩個地方的生長 那我們看一下 第一個地方呢 是這裡 做一個圓的地方的生長 那這邊也是運用了草圖圖圓呢 把它做出來的 那我們就進入草圖 給各位看一下 那這邊你可能會覺得說沒有辦法看到的話 你從這裡呢 按下右鍵把它顯示出來 如果還是看不到呢 我們在這個生長填料的地方呢 按右鍵把它隱藏起來 我們就可以看到這個草圖圖圓的地方 那我們呢 就去參考它把它畫出來 那這邊參考的時候 基本上呢 大多時候是不會給它尺寸的 因為這是一個參考的圖片 我們要用比例的方式把它畫出來 那參考完之後呢 就像這樣子把它繪製出來 這邊顯示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那這裡給它隱藏 像這樣子把它畫出來 那另一邊呢 我們等一下再做鏡射就可以了 那在這個地方是什麼呢 給各位看一下 這裡呢 就是參考這個圓 畫出一個圓出來 那這邊要注意一下 我這裡呢 先暫時的沒有給它合併結果 是用多本體的技術 這邊都是分開的 我們來看一下 這裡呢 是一個實體 那這邊呢 個別是單個實體 我們來看一下 都是單個 連上面這裡呢 我們所生長出來的 也是單個實體 是分開的 那這邊的高度呢 就留給各位去嘗試它 做完之後呢 再來我們要做圓頂 先示範一個 我們看到這裡呢 我們就做出了圓頂出來 那我們就從上方列這裡可以找到 如果你沒有找到的 你可以從工具的自訂 自訂打開來之後呢 裡面有一個指令 指令裡面的特徵 那做法是跟 新增草圖圖圖圖是一樣的 特徵裡面我們就可以看到這一個 圓頂 你把它往上拉動 就可以新增它 那這裡 圓頂的做法 細節呢 這邊就不探討 如果你有興趣的 你可以去參考 零件的進階篇 那邊都有 詳細的說明 或者說你沒有用過 第一次用的話 其實你 點進去之後會發現它是很直接的 我們去選擇然後給它高度 那就可以把它做出來的 那這邊留給各位嘗試 那這邊其他的做法都一樣 那我就省略跳過 記得要注意安全喔 做出這樣的一個形狀出來 那這裡有人可能想說 我可不可以使用這一個 旋轉填料把它做出來了 這邊也可以的 那因為如果要做旋轉填料的話 你必須要做很多個草圖 那相對會花比較多時間 那用圓頂的話會比較輕鬆跟方便一點 那再來呢我們做完之後另一邊用金色 最後呢再把整個 實體全部結合在一起 那就可以完成這個外型出來 那這邊呢還會稍微運用到一個 不靈運算的地方 那這邊呢如果你有 不了解的地方你可以到多本體的技術去參考 或者是說你這邊你不要給它合併結果 那就是你想要一開始畫的時候 全部都是合併結果 那也是沒有問題的 那只是說這邊圓頂的時候 可能會有一些問題 或者是說你把這個圓頂呢 改成是深藏填料 沒有一個弧面的 或者是你要用這個旋轉填料呢 去更改它 都可以的 那這邊就是細節讓大家去參考 不一定要說真的要做出這個圓頂 那你如果想要做這個圓頂的話 會建議使用不靈運算 這樣子在做圓頂比較不會有錯誤 那這邊細節讓大家去參考囉 接下來呢是小細節的地方 那這邊會稍微困難一點 那因為呢我們圖片可能會不太清楚 所以我們需要發揮一點想像力 所以這邊呢不要太拘泥說 怎麼把它畫得精確 我們就大概就可以了 用一點隨性的方式把它畫出來 像這樣子 我給各位看一下它的草圖 那草圖就是這樣子 很隨性把它畫出來 那畫完之後呢 我們就直接做生長填料的動作 那這邊基本上是從這個面 做到這個面 那這邊呢 我們剛剛所給它的是0.5 所以就是生長0.5 那這邊 其他都一樣 我就不另外多做說明 那基本上我們做完一邊 另一邊就是用淨色的 像這種方式 那另一邊呢 我們就不用再畫了 上面這一邊另一邊淨色 那這樣就會相當方便的 我們再來看一下 那這邊呢 剩下右邊 做完之後一樣做淨色 那這邊草圖呢 就是使用了 不規則曲線呢 把它繪製出來的 那這邊 細節讓大家去嘗試 這邊就是隨性的把它做出來 一樣會運用 剛剛的草圖圖源呢 去輔助 那這邊輔助的時候 不用太拘泥它的細節 我們只要大概把它畫出來 細節你如果有把它抓到 那種感覺的話 那這整個特徵就會 比較像的 那並不一定要 百分之百都是一樣的 那這邊讓大家去 發揮一下想像力 像中間這個地方呢 就可能比較難去表現它的 那這邊一樣 就像剛剛說的 就是 隨性一點把它做出來 那這邊記得呢 我們的厚度不要太細 那我會建議呢 是0.8 或是0.6以上 我會比較建議這樣 盡可能不要再小於0.4 因為大多數的噴頭呢 是0.4的 那我這邊呢 是給它的是0.5的 因為如果太小的話呢 我們的噴頭 所擠出來的料呢 就已經大於了 這個我們給它的厚度 那這樣烈印的話會失敗 有可能你 辛辛苦苦的畫了這些特徵 結果烈印出來是 都烈印不出來 都是空的 那這樣就會比較有 有一些麻煩 所以盡可能的呢 我會建議說 我這邊是使用0.5 但是還是建議各位再大一點 這樣特徵會更明顯 像0.6或0.8 這樣子呢 這個外型會比較清楚一點 那這邊做法都一樣 畫完之後直接做近色 以及說中間這個地方 這邊也是不太好處理的 那是隨性把它做出來 那全部都做完之後呢 近色完我們在整體的地方呢 做外型的修飾 讓它是一體式的 那這邊細節讓大家去嘗試囉 最後呢 來總結一下 陰眼黑刀的畫法 那這邊呢 我們所使用的是 基本的指令呢 就可以把它做出來 那這邊呢 運用3D列印 把它列印出來 也是非常棒的 那這裡呢 是非常適合說 你已經學會了 3D繪圖 像沙利沃斯這樣的軟體 然後想要自己畫一個武器 或者是畫一個東西呢 運用3D列印 把它列印出來 把它做出來 這樣子想要體驗這種感覺的話 陰眼黑刀這個檔案是非常適合的 我們可以自己畫 自己做 然後再自己圖顏色 那這裡呢 我們要注意的地方是什麼呢 我們在畫的時候要注意的是 我們的草圖圖圓 要記得把它設定一開始的檔案大小 那比例的話 我們在畫的時候呢 會比較好去抓取 像有一些小細節呢 我們盡量不要小於0.6 或0.5 像這種方式 以及說 未來我們是要使用3D列印把它列印出來的 所以呢 我們在列印的時候會發現說 這個 刀的地方 好像沒有 大平面可以去使用它 因為我們這邊有小細節的話 還是沒有辦法容易去固定它 那這時候呢 會建議你 像這樣子去擺放 給各位看一下 類似60度或45度這種角度擺放它 然後底部呢 你可以開啟邊緣 或開啟木法都可以 你可以去嘗試一下 然後 支撐材一定要開啟 那這裡我會建議 放這個方向 那這裡我們剛一開始在畫的時候 有去講到說我們的刀柄呢 刀的地方 一邊呢 是讓它留是平面的 平面的用意就是 這是我們在3D列印要使用的 建議放這個地方 平面朝下 那這裡就是會有支撐材 那支撐材在這個地方呢 我們就是會比較 沒那麼好看的時候呢 我們用平面的話 那相對的它會比 用尖點呢 所支撐出來還要好 所以這樣子我們的 刀的成功率會比較高一點 那在這個過程呢 盡量這個刀柄的地方呢 讓它支撐多一點 你可以把支撐設定小一點 像30度或35度 讓它這邊多一點 我們在一開始 在這裡還沒有連接在一起的時候呢 這邊也是容易做失敗的動作 那所以建議呢 你的支撐材開多一點 那這邊你如果有興趣的 你可以去參考這個 鷹眼黑道的作品 那邊都有製作過程的一些 詳細的過程 那這個檔案呢 如果你想要我們要怎麼取得呢 一樣到影片底下的連結 你把它點進去之後 影片底下呢 裡面的內容 都會有這個檔案的下載 那這樣子呢 我們就可以得到這個檔案 以及說 我們要怎麼去製作它囉 那今天的教學呢 就到這邊為止了 我們就期待下一次的教學吧 拜拜 我們可不可以製作人 支持你 我們可以製作人 我們可以製作人 我們可以製作人